《耶利米書》第32章 猶大王西戴家執政第10年 也時尼布格尼薩王執政第18年 以下的信息從上主臨到耶利米 那時耶路撒冷正受巴比倫軍隊圍困 耶利米則被囚禁在宮中衛兵的院子女 西戴家王把他關在那裡 就問他為什麼不斷發出這樣的語言 上主這樣說 我快要把這城交給巴比倫王 他必定攻取這城 西戴家王將被巴比倫人抓住 帶去與巴比倫王面對面相見 然後他會被帶到巴比倫去 在那裡我要對付他 你們即使對抗巴比倫人 你們也絕不會成功 這是上主說的 那時上主給了我一個信息 他說你的唐兄弟 沙龍的兒子哈拿密要來對你說 你買下我在阿拿特的那塊地吧 根據律法 你有權給其他人先買下那塊地 後來我的唐兄弟哈拿密到獄中來看我 就像上主所說的那樣 他說 請把我在便宴境內阿拿特的那塊地買下來吧 根據律法 你有權給其他人先買下那塊地 所以請為你自己買下來吧 這樣我便知道我聽到的信息是出於上主的 於是我買下阿拿特的那塊地 付給哈拿密十七塊銀紙 我在證人面前簽了買地契約 並封好又稱了銀紙付給哈拿密 契約上寫了買地的條款和條件 一份契約是封好的 另一份是未加封的契約副本 我拿起他們交給馬西亞的孫子 尼尼亞的兒子巴陸 我扮你所有這些事事 在場的有我的唐兄弟哈拿密 在契約上簽字的證人 及所有在衛兵院子裡的猶大人 我又在他們面前對巴陸說 天君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這樣說 你要拿起封好的和未加封的這兩份契約 把他們放進瓦罐長期保存 因為天君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這樣說 將有那麼一天 人們要在這塊地上再次擁有財產 並要買賣房屋、葡萄園和田地 我把文件交給巴陸後 就向上主祈禱 至高的上主哦 你用強壯的手和有力的備綁 創造了天地 對你而言沒有難成的事 你對千萬人顯出永遠的慈愛 然而你也把一代人犯罪的後果留給下一代 你是偉大、充滿能力的上帝 是天君的上主 你滿有智慧 能行偉大、非凡的神職 你拆看所有人的行為 給他們應得的賞罰 你在埃及地行了神職其事 直到今天 人們對那些事仍然難以忘懷 你不斷在以色列和全世界施行偉大的神職 使自己聲明遠揚 直到今天 你帶領以色列離開埃及 用了非凡的神職其事 強壯的手和有力的備綁 也用了令人驚具的恐慌 你又把這片流著乃 軟密的土地刺給以色列人 就是這片當年前 你曾應許要刺給他們祖先的土地 我們的祖先來者類公取了這地 並住了下來 但他們卻拒絕信服你 不遵循你的指示 你所吩咐的事 他們一見也沒有做 因此你向他們幹下者可怕的災禍 看我 攻擊城牆的攻城波道已經捉起來了 因著戰爭、饑荒或疾病 這城必定被巴比倫人征服 落入他們的手中 你所說的一切都發生了 然而至高的上主啊 儘管這城 很快就要落入巴比倫人手中 你卻吩咐我買地 且是在這些證人面前 付上大筆的錢來買他 那時 這個信息從上主臨到耶利米 我是上主 是世上萬民的上帝 對我而言 有難成的事嗎 因此 上主這樣說 我要把這城 交給巴比倫人和巴比倫王 尼布甲尼撒 他必攻佔這城 城場外的巴比倫人要盡來 放火焚成 把這些房屋全部燒光 因為人們曾經在這些房頂上 向巴力燒香 又向其他神明獻殿祭 野我發怒 以色列和猶大 自古以來就專做惡事 用各種惡行激怒我 這是上主說的 這城從建造那天至今 所做的都是野我發怒的事 所以我決定除掉他 以色列和猶大的罪激起了我的憤怒 就是耶路撒冷人 君王 官員 祭司和先知所犯的罪 我的子民轉身背對著我 還拒絕回轉 儘管我終日不倦地教導他們 他們營救不接受 不聽從我的教導 竟在我的聖殿中 樹立他們可憎的偶像 電污了聖殿 他們在恩戀子谷 為巴力建造了義教神壇 又在那裡把自己的兒女獻給摩洛為祭 我從未吩咐人做這種可怕的事 甚至連想都沒想過要頒怕這樣的命令 那種惡行 多麼蟹人聽問我 哈士尤大深深地陷入罪中 我要再說一些關於這城的事 你們一直說 因為戰爭、饑荒和疾病 這城必定落入巴比倫王手中 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這樣說 我在憤怒中 把我的子民驅散到各國 我也必定將他們從那裡帶回 我要帶他們回到這城 讓他們過和平安定的生活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們的上帝 我要使他們一心一意 永遠敬拜我 這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益處 也是為了子孫後代的益處 我要與他們定立永恆的約 我永遠不會停止恩待他們 我要使他們從心裡渴望敬拜我 並且絕不離開我 我要以恩待他們為樂 也要信實地、全心全意地 把他們重新栽種於此地 上主這樣說 我怎樣使這些災難臨到他們 我也要照樣成就我曾經應許 要刺給他們的所有美事 現在你們說 這地被巴比倫人劫略 已經渺無人煙 也不見動物的蹤影 將來這地 卻要再次有人買賣田地 是的 在變雅敏地和這耶路撒冷 在猶大的城鎮和山地 還有在猶大的幽靈地帶和南地 田地將再次有人買賣 這聲買賣契約都要簽字 封好並要有人作證 因為將有那麼一天 我要使他們再次繁榮興盛 這是我上主說的 我示範一下 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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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